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远观这个节目 然后,因为我在西方国家留学 然后大家知道呢 这个西方是,就是说,春日风度是很 就是很根深蒂固,成为它们文化中吧 比如说你看大家最近看很火的那个唐顿庄园啊 用了分世那个气度啊,风采啊 这样尤其咱们中国,尤其女孩的前半年 你看看这个春日风度,诶,那咱们华夏民族有没有春日风度呢 有,好,咱们就现在就大概谈,就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当然有人讲啊 它是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 有,还有人说就是春秋无异战嘛 但是我认为春秋时期其实是 绅士风采,光彩流露的这么一个时期 呃,您看您就比如说,呃,说 宋湘公,啊,宋湘公当然历史上可能这个不太正面啊 春秋,疑似春秋五霸之一 然后某些说我们不要他那种纯诸式的人意道德 但其实也,也不一定 你看宋湘公当时和楚国军队来了 楚强宋若,然后宋湘公说 哎,我们他渡河时候我们不能攻击 他冰车,呃,镇没拍好时候我们不能攻击 然后张鸿杰老师也分析过 说那是其实那个时代贵族风采的光彩流露 当然了,宋湘公他仅仅是一个绅士 他不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政治家军事家 所以红水之战宋国败于楚国 那就是宋湘公可能什么 哎,然后您再比如说像齐桑公九和诸侯六 这是什么,一商之会 就是各国的国军不带着战士 之身赴贵 也证明当时人的声势风采 互相信任对方 这也是一个例子 然后还有咱们讲一个正能量一点的例子 比如说金文宫 这个可能大家就更熟悉一些 当年他流落在楚国的时候 就跟楚城王讲 楚城王说,哎呀,小虫啊 你这想来回国怎么报答我啊 金文宫,当时他当然是口头写业 估计也没签合同什么 咱签一下,没,然后就说 如果之后遇到您的军队会退避三舍 后来果然晋楚两军有一次相遇了 然后金文宫就说 我们的旅行程度后退三舍 哎,一舍,两舍,三舍,一舍是实力 然后到时这金文宫就不服了 说为什么我们要让这 而且当时楚国只是一个将领 叫陈德臣 这咱以后怎么混 但是如果金文宫不退这三舍 以后金国反而不好地主 就金文宫的车折后退了 但是在华夏大地上永远地眷克了 绅士,贵族,风度,光彩这几个大字 然后当时金文宫他比宋元宫强了 他边退,以退为进 而且他成功了打败的楚军 他就不仅仅是一个绅士 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好,再就比如说你看像春秋末年 那个月王勾剑吞吾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 勾剑卧心长胆,三舍月甲 最终吞吾,其实当时吾王对勾剑呢 很绅士,很够意思 一看勾剑表演好,就真把勾剑放回去了 但是勾剑不得 也是当时肯定是时代的退化吧 变迁吧 就是周天子那老一套 那种仁义理智性就 可能就不像特径那么强烈 完了后来 越国把吾国包围,是吾国几何 越国说不行 你当年虽然放了我 但是我这次得灭你 完了越就把吾灭了 随着越灭吾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家分禁 中国历史就从春秋进入到了战国时期 那么咱们华夏平族这个生日风采 在今后的历史中有没有得到体现呢 请您观众眼观的下一期 谢谢大家